各位乡亲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非常欢迎各位乡亲 各位观众朋友 收靠民意频道 民意论坛的节目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南投县有幅员非常的广大 而且13个乡镇那么多 那在这个13个乡镇里面呢 我们又有很多的社区 那这些社区到底 我们现在发展的结果又是什么样子呢 那政府一直在推动这个社区营造 那我们是不是来看一看 我们南投县这样的一个社区 可不可以在我们的政府 在推动这个社区的时候 我们南投县如何来打造 营造这样的一个计划 社区的营造能不能创造出 让我们外界能够看见南投的美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今天要跟大家探讨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 社区营造 那这些营造里面 它包括着也有的福利 社会福利社区的福利 还有很多的工作都在里面 那这些组织里面 它本身的资源到底在哪里 那这些资源中央给了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不是真的落实到我们的社区呢 那我们社区在推动上面 这几年推动下来 到底它的成果又有多少 我们可不可以来检视一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到底我们地方政府给我们社区多少 那我们社区到底又自己又配合多少 是不是真正的在中央地方 还有社区我们最基层的都在一起的努力的来做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政府在提供经费 来推动这样一个社区的工作 是不是方式是不是对的 或者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可以做得更好 让更多的社区能够发展得更好 达到社区跟社区能够串联起来 让整个我们南投县都发展一个最好的一个社区的营造 然后社区的福利 社区的环境 社区的工作 让每一个我们民众都去参与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这样的一个中央政府这样的一个美誉 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所有南投县的社区 都能够响应来配合 来一起来推动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这样的主题 我们要探讨这个主题之前 先请各位观众朋友先来看一段新闻影片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办理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联合成果展 邀请县内19个优质社区参与动态与静态的社造成果 共创南投好生活 我们今天在中兴青春的虎山艺术馆 举办这个年度的社区总体营造联合成果展 那我们这个年度总共争选出全线19个社区 那我们这个社区的成果展 它是动态跟静态都有 可以说是动静皆宜 那每一个社区把他们在地的一些表演特色 还有他们在地的文化生态各方面的这些资源 可以说是倾草而出 经过文化局一年的社区评例 各社区轮番展现丰硕的成果 包含戏剧产业影像等多元特色 让现场民众们感受丰富的社区面貌 我们接受南德县政府文化局 我们接受南德县政府文化局 以寸疗活化的案子 回复以前的寸疗 没有人做过这个社区纪录片的一个情况之下 东光就率先去做这样的尝试 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持续的 再往这个精致化的方向去走 最重要的一点让大家动起来 所以对社区的营造更有信心 我希望借这个社区的扰动 让我们的社区更有活力 老中心大家一起都来社区营造 让我们的社区营造更有夹击 除了推广社区的文化特色以外 新故乡社区的总体营造 还包含了美化社区环境 提升生活品质等目标 以达到社区永续经营的理想 我想透过社区的一个营造 包括社区的一个亮点的一个形塑呢 能够将我们的生活品质能够大大的提升 不只是我们的文化生根 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整洁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礼貌互动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最日常的一个环节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营造呢 是一个人民公民素养的一个大大的提升 也展现出南投县社区文造文化力的一个起点 期盼有更多年轻族群 共同参与新故乡社区营造 激发社区的力量与活力 民意新闻洪家宴南投采访报导 从刚才的新闻影片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在我们南投县的各地的一个社区里面 在社区营造里面做了很多 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有舞台剧 有国乐 有武术 有武师等这些 都融合在我们社区里面 像这些如果能够串联在整个社区 融合在社区里面 让我们的民众热心地去参与 民众跟民众之间我们一直谈 就是说好像是在情感有点点 在这个公立社会主义之下 情感有点疏离 那是不是透过我们社区营造 用这些活动的方式 拉近我们民众社区 民众跟民众之间的一个情感 让我们社区能够更有人情味 让我们社区能够达到更温暖 我想从这些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目前社区营造里面 做了很有成果的这些社区里面 我们看到了他们有这些活动在办理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社区总体营造 真的是能够帮地方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特别来探讨这样的主题 那要探讨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贵宾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普里国姓仁爱 这个选区选出来的议员廖志诚 廖医员欢迎你 谢谢毕市长 我们楼委员 我们邻居长 以及我们房理事长 我们电视机头前的行星 大家好 是 非常感谢我们廖医员 廖医员在本身做几个个议员里面 对社区就非常地行 尤其在博力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说武师 好像是你也是武师的社会理事长 所以对这个推动 就是社区营造里面 能够把它融合在社区里面 真的是不容易 非常感谢廖医员 也等一下有很多问题 来请教一廖医员 在推动上面 有哪些需要能够加强的 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 南投市民间商选出来议员 罗美玲 罗一言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县议员罗美玲 是 非常感谢罗美玲 罗一言 罗一言虽然是第一次 第一届的议员 但是她对社区的关怀 社区的关心也非常多 在两次的定期会的一个总秩序里面 也提了很多社区的一些看法 等一下有很多问题来请教您 谢谢罗一言 接着要介绍是我们南投县政府文化局的局长 林荣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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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林荣森 林荣森 欢迎你 林荣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廖议员 罗议员以及房理事长 大家共同来这里探讨社区总体营造的问题 非常感谢 谢谢 我想林局长原来是在社会处担任处长 那现在又到文化局来当局长 我想我们廖议员早上讲一句话 林局长做什么像什么 我们都觉得说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面 都非常了解他的业务 尤其他原来在社会处的时候 就针对社区这一区块就参与很多 那来了文化局以后 又接着接了一个社区总体营造 我相信这能够更贴切的了解到 社区营造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想待会很多的问题 请我们文化局局长能够来告诉我们 非常感谢文化局局长 接着要介绍是我们 我们保理主要参 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黄启瑞 黄理事长 欢迎你 秘书长 廖议员 罗议员 还有局长 各位大家好 我是范里正 朱宰山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是 非常感谢 我想朱宰山社区很多的成果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譬如说他的舞台剧 这些都是我们组合参 让我们社区理事发展协会 来冲作出来的一个社区里面多长 所以我们感觉到非常为之一亮 所以首先我要请教一下局长 就整个社区总体营造来讲 是什么叫社区总体营造 请局长告诉大家一下 另外也请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南投县到底有哪几个真正 做在社区总体营造 能够创造出很多亮点的部分 是 我跟秘书长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其实我们台湾的社区 它起步得很早 大概在民国560年代 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 一个村里一个活动中心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社区的 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真正要讲社区总体营造 其实是在1960年代左右 那个时候我们政府提出了 所谓的基层民生建设 那个时候主要是以比较落后的乡村 农村社会里面一些设施 或者是环境跟生活品质的改善等等 那到1994年之后 那政府才正式提出 所谓的社区总体营造 那这个社区总体营造 其实顾名思义 从它的这个名称上面 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 它叫总体营造 所以在所有的社区工作当中 其实社区总体营造 它算是比较整体性的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 就是在各单位 有关社区业务以外的 跟各单位没有相干的 其他就通通算是社区总体营造 所以社区总体营造 它可以从社区的入口 一直到社区的尾端 包括社区的这个内部 也包含了硬体跟软体 就整体上来看 它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现代所提出的 这个所谓的社区总体营造 它的概念里面 当然一方面仍然还是以改善 社区的生活环境为主 但是早期的社区总体营造 比较偏重在硬体的建设 跟设施设备方面 那么慢慢就从硬体 也包含到软体 或者是在人跟艺术文化 这个区块 我们南投的社区总体营造 其实也做得非常有特色 因为我们有特殊的人文环境 我们有特殊的生态等等特色 所以我们用在地的精神 用在地的资源来营造出 我们在地的总体营造 所以虽然都是叫总体营造 但是南投的社区总体营造做起来 跟其他县市其实还是不一样 所以有很多县市的社区 他们经常也到我们南投来做观摩 那当然后面我们还有很多议题 除了该类似的一些相关内容之外 那等一下再以来 跟各位介绍我们南投县 哪些社区他们在社区总体营造方面 他们能够做得有声有色 成为我们南投的一个亮点 谢谢 感谢林局长 社区总体营造 让民众了解之后 我想我们在 刚刚居然特别讲到 就是早期都是因为经济比较落后 所以都在硬体的部分在做 那其实十年来 近十年来我们看到的社区总体营造里面 它包括着有产业的发展 有社府的医疗 社区的治安 人文的教育 环境的景观 环保的生态 这六大的面向都是在 我们社区总体营造里面 包括这个就是六星计划 对不对 所以从这几年里面 我们看到的好像是 我们社区发展在一个软实力上面 能够让我们的社区 真正的发展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所以我们看到的像 我们的房地市长所创办的也是一样 这些能够这样子推动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廖元 你的看法里面 现在你有常务这个部分 你的看法是现在我们社区的部分 你的感觉 主席的社区真的很多人 第一点就是说 刚才林长说得很好 就是说一般是为它较遍人的地区 但是现在发展到就是说 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文化 把它的以前的这个文化 慢慢吹出来之后 可以联织我们社区的 大家团结 让上为版活动 下去联织共事 发展到现在我有一天 我说最好的 除了我说 就是让我们很多厅匯 可以在社区来活动 到过一天 尽快到一个地方 还有现在提供的老人的集中用餐 老人就觉得 王朝廷恿主席 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 其实就是社区照顾在地的长辈 这可以将来就是政府 可以在开想聪明 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你今天社区的长辈 如果说在地自己的志工下去 做照顾 然后将来 他到月的时候就有很好的传承 他的警察在外面 在打招数研 不管是在做头 还是说在上班 他就可以放心 这万万万万 联织的共事 我每一次 尤其是我们 昨天社区 我去看那些 厅匯的一些热林学习 还是说他多元 头发的秘书长也有说 就是去那唱歌 去那才艺 去那连这个社国化 还是说各方面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厅匯都很期待说 我去社区的时候可以很快乐 而且大家社区这些厅匯 还可以做会说过去到未来 他自己生活周遭 他的生活习惯大家都很熟 他也不用说 今天说阿拜你社区的长辈 如果说要送去人的安养中心 还是养生存 他还重新 试运新的生活 我是觉得说未来 我们社区的这个总体营造里面 除了这个六星计划之外 结果应该是 一些长辈的 互相照顾 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 是 刚刚廖院所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 在推动这样的社区营造里面 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想我们自己人的去照顾人 照顾自己人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那种亲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社区营造 如果中央政府有这样的一个美意 如果能够让我们地方真的落实的去做 我相信对整个我们社区发展的一个 对整个社会的一个软实力 我相信能够更好 能够发挥的 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再继续来探讨 不要离开 慢慢回来